-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ODIY YID 我是雨玲 我是维欣 然后今天我们要来开场一段 YES OK 不要不要 你怕了对吧 不青春了 你不青春 明明跟我童年的人他跟我说他不青春了 那我们就不青春了 对啊你就代表说我也不青春了 那等下我们吃一个东西就立刻能量嗨起来 对吃了我们今天要示范的东西之后应该就有能力跳了对吧 对对我们想看 但是大家是OK 好啦我们今天呢是要为大家示范花生酱能量棒 Energy Bar 因为我本身很喜欢吃花生酱 然后我只要一想要吃花生酱的时候我就会吃这一个东西 对因为其实我以前有一个很不好的嗜好就是单吃花生酱 哦真的我觉得有时候真的想吃某些东西 就是直接挖 对 其实我还有一个更怪的嗜好 我喜欢单吃植物奶 就是不泡水就是直接从那个口 吃粉吗 对对吃粉 一山开一山高哦 它世界的棋盘越来越多了 这个味道其实很棒你试一下把那个燕麦奶啊 那种 Pink Lady 可以试一下Pink Lady 就是拿一汤吃起来直接吃 有点像吃那个饼饼干还是什么的 就是很浓 更浓郁的味道 可以试试看 好然后今天呢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材料 花生酱能量棒 当然就有花生酱 哒当 主角 登场 对其实今天所需的材料呢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家的产品 然后这个花生酱呢是无糖的花生酱 里面其实是有那个有机的花生跟一些的那个竹岩制成的 哦竹岩 有些人可能会问竹岩是什么 啊那就要问我们营养 哎呃 没问题 咱们自己要吃 不可以自己掉 不行 现在其实竹岩它就是 它其实是源自韩国 他们就是把那个海盐然后放在那个竹筒里面一起烧 嗯 因为这样子就有那个竹里面的那个控肉汁也会留在烧的过程当中 流入那个盐当中 然后竹 对对 竹本身也是碱性的 所以他们就称那个竹岩为碱性的盐 哦 所以是比较健康的选择啦 对对对 然后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用到我们家的燕麦片 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是大燕麦片 大燕麦片 Jumbo Outs 好 对 就是比较好 它嚼劲会比较好 对口感上会比较好一些 然后呢我们还有用我们的天然蜂蜜 Roh honey Roh honey 还有就是我们的 Organic Soutana Raisin 葡萄干 葡萄干 然后我们其实也会放一些坚果 今天我们就选择了杏仁 对啊 其实你喜欢什么坚果都可以放 对 然后我们今天还会放一些奇亚籽 奇亚籽 CHA C Superfood 然后油方面呢 我们选择了我们的椰子油 如果选择椰子油的话 它就放进那个冷藏的时候 会比较容易凝固 我们现在就进入制作的股份 这里呢我准备了70克的大燕麦片 差不多是7汤匙 其实一个基本上就是把所有原料搅在一起 超简单 真的 三岁小孩子可能都可以一起动手做 花生酱要加多少呢 我们今天会用4汤匙 4汤匙 而且你今天选择这个crunch的 对 因为我想说会增添一些就是脆粒的口感 对有口感嘛 像花生酱 当然如果说你要用那种又花的也是可以 一颗的 其实蛮多人会喜欢吃这种 有颗粒状的花生酱 其实我不敢说我卖了很多年啊 可是就走了这么多汤匙 花生酱粗的会比较好卖 对因为它很大重化 而且这个是无糖的 我觉得无糖的花生酱有个好处就是说 你不只拿涂面包做糕点 也可以做拌面啊 对对 因为如果你买那种有糖的花生酱 你要去拌面可能会觉得好奇怪 乖乖甜甜的 为什么都很甜甜的 对 然后这个其实是偏咸一点的口味 因为有加猪盐 它这个成分就是那个有机的花生跟猪盐 帮你帮我加蜂蜜 一汤匙拌 拌对 其实当然你也可以根据你自己的甜度喜好 来加多或加少 今天我们是用天然蜂蜜 其实你也有其他的 就是sweetener可以选 然后比如说那个金融蛇蜜 可以那个maple syrup 在文心加那一个蜂蜜的同时 我加这个椰油 椰油要加多少 加差不多一到两茶匙 那个杏仁也可以倒下去 全部吗 对对 好多哦 是的 哇 人家的口感就很好 对 所以咬的时候就是有燕麦有坚果 然后香味 那那个杏仁你有烤过吗 杏仁是烤过了的 哦 烤过了杏仁 对 已经烤熟的 对 然后呢 还有就是加一点干果 我们今天选择了葡萄干 当然你也可以加其他的 像凤梨干啊 麦里面干啊那些 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欢 随便倒吗 可是也加太多 然后呢 奇亚子我这里会加差不多一茶匙吧 一茶匙 好了 那大厨上都加完了 所以我们剩下最重要的步骤就是 搅拌 对 然后我们今天其实示范的这个能量棒呢 是无需烘焙的那个步骤 基本上就是只要搅好了 压好了 揪进冰箱就可以 它就是那种 Raw energy bar吧 对对 类似Raw energy bar 它其实Raw energy 就是Raw生的 甚至有个好处是 因为你在加热过程中 不管什么食物都是会有一些营养的流失 那你是生食肉的话 那是保留的 它就是最原始的营养 对啊 因为它很年稠 因为那个花生酱嘛 是 已经闻到了那个花生酱的味道 好 这边搅好了之后 我们准备了一个容器 然后呢 我里面会放的那个烘焙纸 就你比较容易拿出来这样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基本上你就把全部的东西搅好了的 倒进去 你要我帮忙这样子 谢谢 其实你就是把它搅成一个可以成团的一个状态 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觉得太干啊 或者是怎样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点这个椰子油啊 就一些东西 或者加蜂蜜啊 花生酱都可以 对对对 可是如果说太湿的话 你可以多加一些燕麦 这样子 那其实因为它叫能量棒 所以我们就放在这个长方形的 这个盒子里面 那是等下可以切成一条一条的 那个棒的那个状态 然后记得就是要压得很扎实 对啊 如果不扎实 或者等下切出来可能就碎了 就散了 对 盖子上就是压到这个样子 扎扎实实的给它压下去 尽头 我觉得它没有吃我已经用了很多能量 在压的 所以这个补充能量是很合理的 很合理的 等一下就要补充能量了 好然后差不多这个样子之后 盖上盖子 丢进冰箱 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放在冷藏 冷藏 对 冷藏那一边你放两到三个小时 但是如果你赶时间的话你放进freezo 差不多二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好 我们 稍后再见 事物以待 过了半个小时的冷冻 我们的那个能量棒出来啦 能量棒成棒了 成棒了 然后其实它就 你放了这个 这个叫什么 烘焙纸 它就比较好拿出来 对 对 基本上它就是 这个样子 好 可以给观众看一下 是的 然后一开 你一开那个container 我就修到那个 花生酱味 那我 其实都会切成 呃 自己喜欢吧 哈哈哈哈 你叫它能量棒 应该切个棒来做一下装饰吧 一个长条的吼 我试一下哦 嗯 这个应该放个硬点 噔噔噔噔噔噔噔 这个特效我会做 嗯 其实你也可以做成能量球 我看过他们做那种 Energyboard 之类的东西 对对啊 就是把它捏成球状 就是 可是那个比较麻烦吧 你要把你的手 就是你手 弄 多一个步骤这样子 好啦 现在就进入我们的 四次时间 好 弄够拿吗 是的 开动啦 嗯 比较小心拿 这个啦 可以拿这个 哦 感觉它是属于比较chewy type的那一种 对 因为有些他们用那个 可能他们有放那种 那种米的脆吧 我一定要放进这一把 怎么会米脆 有些他们会放那个rice crepes 你看它就是比较脆的 好像鼻汤这样的东西 啊好像鼻汤 然后这个就是那种有弹牙的 对 嗯 它真的很花生酱耶 嗯 甜甜甜的 对 甜甜甜甜的 嗯很好吃 而且一旁边我们没有加太多蜂蜜 一盘还是保留着比较 甜咸的口味吧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外面很多 就是那种能量棒的 太甜 太甜 我们就要继续吃啦 今天也非常谢谢文心 好我不想讲话我要继续吃 好 那我们今天的O channel O DIY ID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然后小鱼豆啊那些都可以 然后我们还加了这一点的那个 起亚子 茶汤 茶汤 嗯哼 为什么这里写soya没有 哈哈哈 你也是没有发现哦 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谁黏的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要你要冲 等下拿冲冲 把那些放冲 哈哈哈哈 我在看吧 喂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蜂蜜 蜂蜜是加一汤匙半 一汤匙半 一汤匙半 我为你那样看不到罐子 哈哈哈 吃一个等一下你又要那样了 看 不要我先加那种蜂蜜好了 不要我刺舌一下 ok 帮你 哦你要趁着这个 哦顺便翻回 哦顺便翻回 偷人转放 哈哈哈 ok thank you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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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